大家好,这里是巨探先生,我是师妹 在天皇的时代里,有一个出生平凡的女子阿花深受天皇的喜爱 传说她的受闯程度比起杨贵妃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及必衰 天皇的这份宠爱给了寇宫其他人嫉妒的理由 其中自然是皇后的怒气最大 她大半夜不睡觉起来找阿花打了一架 就是因为气愤阿花怀孕 她觉得这种人是不配生下皇子的 阿花被吓到了,没过多久就生下孩子,撒丑人欢 失去了爱人的天皇整天郁郁寡欢 她十分疼爱阿花留下来的骨肉铁蛋 她把对阿花的爱全部倾注在铁蛋身上 对铁蛋来说,她不仅仅是天皇,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几年之后,天皇娶了新的妃子 这个妃子和死去的阿花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她就是阿花的妹妹阿春 这一眼让从小失去母亲的铁蛋情根深重 几番春聚秋来,铁蛋也长成了大帅哥 成为了西式的贵公子 也俘获了后宫所有女人的心 除了阿春,在铁蛋的成人礼上 因为大皇子是皇后的嫡长子 又有坚固的靠山座后盾 早就占据了东宫太子之位 天皇为了保护铁蛋 将他降为了成吉 远离权力争纷 安心做一个一世而独立的贤人 为此,天皇还很懊恼地找阿春排解苦闷 这一方式嘛,自然是啪啪啪 可这一幕被铁蛋看见了 真尴尬 铁蛋成年了,要离开宫殿生活 在走之前,铁蛋找到阿春说能不能让自己在走之前见见阿春 不用隔着帘子的那种 阿春自然是拒绝了 失落的铁蛋说自己以后会永远以城下的身份保护阿春和这座宫殿 成年的铁蛋出宫后就成婚了 对方是左大臣的独女 天皇考虑到铁蛋没有后台 想让左大臣来辅佐铁蛋 新婚的妻子小美是一个很拘束的人 她没有让铁蛋感受到女性的温柔魅力 于是铁蛋开始出去偷吃 第一个便是寡具的小丽 小丽年轻貌美,却寡具在深山里 铁蛋借着参观汉书真记的理由 晚上去找小丽探讨人生哲学 两人欲聚还迎 一言不合,铁蛋就摸上了小丽的手 借着气氛向小丽诉说自己爱而不得的心思 两人半推半就的就到了凌晨 小丽是一个很强势的寡妇 天还没亮,她就让铁蛋走 而自己则陷入一边想要独占铁蛋 一边是寡妇要手劫的挣扎之中 回家的铁蛋在路上闻见了特别的花香 让手下帮忙摘一朵 却被花主人小莲看见 两人隔着帘子看手下们的对话 当晚,铁蛋就和小莲睡在了一起 还说一些毫无羞耻的话 铁蛋在小莲这里找到了许久未曾寻见的温柔 可是便宜没那么好占的 失宠的小丽磨着刀想起铁蛋和自己的过往 得知她又爱上了别的女人 越想越气,嫉妒使人变态 最后小丽变成了森林 来到了小莲的住处,将小莲给掐死了 失去了小莲的铁蛋也没有多伤心 她和好友闲聊中得知阿春要回家探亲 马上快马加鞭赶到了阿春家 她拉着阿春就是一通表白 阿春则觉得不可理喻 自己是她名义上的母亲,也是事实的小姨 阿春劝她不能因为一时的享乐 而背上一身的骂名 最后还用一句 你喜欢我只是因为我是你父皇的妃子 将铁蛋给逼走了 在上朝的途中 岳父告诉铁蛋说小美怀孕了 铁蛋非常高兴 她抚摸着小美,说自己没有对母亲的记忆 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沐浴在母爱之中 想起这些 她终于能把自己从孤寂的童年中解放出来 他们也终于能够做一对和睦的夫妻 可是不利Flag却不能死 本就嫉妒杀了人的小莲 这次听说铁蛋的妻子怀孕了 两人还和和美美 而自己孤苦伶仃 本来就生气的小莲 还得到通知说铁蛋今晚会过来 这不是撞到枪口上吗 开走玛丽的小莲 对着铁牛就是一顿冷嘲乐讽 而铁蛋则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从事物中脱身出来 还要替你念叨 两个人不欢而散 小美生产的日子到了 尽管请了很多的和尚念经驱鬼 小美还是难产 铁蛋一个劲地安慰小美 可小莲的森林还是如约而至 她附身在小美身上 控诉着铁蛋的一切 她说自己只是铁蛋四处留情女人中的一个 本来自己活得好好的心如死灰 铁蛋非要来搅乱一池春水 水波荡漾之时又不闻不问 寻求下一个新欢 铁蛋被骂得没有话讲 驱鬼是安倍秦明来了 她和众多和尚一起念经驱散了森林 小美也顺利生下孩子 被骂醒的铁蛋宛如二十四孝丈夫 伤心归去的小莉更为气愤 在某天夜里又化作森林来教小美 这次她终于掐死了小美 小美的家人敢怒不敢言 只能说铁蛋到底为多少女人痴迷 才将小美害死 铁蛋去找小莉要个说法 最终发现小莉也是个受害者 她不愿意变成森林 更不愿意杀人 她本身只是一个爱好书法的未亡人而已 铁蛋意识到是自己的错害了所有人 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小莉也去了医室远离这里 铁蛋连最后一个爱她的人也离去 在一个雨夜 她急冲冲地去找自己爱的阿春 说自己懂得什么是爱了 不会固执地因为自己一厢情愿 便将所有人推入深渊 转身离开的时候 阿春却表白了 说自己身在地狱 不接受铁蛋 就是因为不想将铁蛋拉入地狱 还主动脱了衣服 与铁蛋激情融合 这一夜是他们的第一夜 也是最后一夜 阿春怀孕了 孩子是铁蛋的 天皇沉浸在喜悦之中 两人则是无止境地沉默 天皇让铁蛋看看自己的弟弟 说孩子和铁蛋长得很像 天皇将孩子封为东宫后 自己就不行了 留下的遗愿 则是希望铁蛋能够好好守护年幼的东宫 在天皇的出殡仪式上 阿春意识到天皇是知道所有事情的 他默许了一切的发生 铁蛋的鞋突然坏了 他凝视着远方 是不是父皇让自己就送到这里 阿春准备剃度出家 铁蛋从远方赶来 却被僧侣拦在门外 到最后铁蛋才明白 招惹众多女人的自己 幸福的同时 也是需要付出相等的血泪 这就是人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爱你们 摸摸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家看到